接下来会安静一点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Super Junior M的恋爱史 好 我们Super Junior M发行了新的专辑 那这个专辑里面也有动听的情歌 这是肯定的 那所以呢 我相信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恋爱经历的人呢 才可以 唱出那种情感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 我觉得Harry像是有恋爱经历的人吗 Harry你有恋爱经历吗 有过吗 我是女朋友 女朋友 对 Hennie Hennie 没有 没有 Hennie 有过吗 你的那些怎么样 那些年 你有没有女朋友 龟贤 现在 我现在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龟贤 是要偏我干净 完全没有和有一点 是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你还记得那些年呢 我的那些年 非常非常非常好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盛铭有现在 完全没有 也都完全没有 你在你在说完全没有 然后Harry就说有 哦 我不知道他 哈哈 李旭有话要说 是要说了 嗯 他 昨天 分手 昨天分手 昨天分手 嗯 他今天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哈哈 可能这是为了见长沙的歌迷吧 哈哈 开始演了开始演了 OK好 李旭你呢 我 我 从 2005年 到 现在没有 只是 有 你们 哦 哦 凯涛 凯涛 哎呀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OK 请问我们 Super JuniorM当中 谁有过非常 难忘的 很伤痛的 恋爱经历 Pennie 是东海吗 是所有人都在 看着东海吗 哈哈 一定要 什么 东海应该是 前段时间 现在头发都气白了 哈哈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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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一直都是被人甩的角色 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对方没有 没有品味 没有眼力 眼光啊 不要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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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海 不要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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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 没关系 好像也并没安慰到他吧 这个真的很难留 如果女孩子生气了 要怎么样去 可以让她 好好的缓过来 就是会比较红红 一般来说是怎么红女生的 问一下龟贤好了 你可以在成员当中 选一个来模拟你的女朋友 然后 如果她生气了 你要怎么样红她 我们成员中 嗯 表演 表演 她是女生 假如她是女生 啊 我觉得立续可以 好现在立续生气了 立续你生气了 我会选 女朋友吗 嗯 她生气了 你要怎么 进入角色了 哈哈哈哈 进入角色 哈哈哈 安慰她 安慰她 海力士 过来 海力士 你在干嘛 你是不是上事了 半夜 海力士 西